八国党积极讲究跟太极情一样 就不招不架就此一下 但是八国党积极一般情况不讲究正面对敌 就比如说你看如果对方进攻 你看他一般是通过这种步子的调动 一般为什么八国党积极三角步称为他的核心步法 三角步也就是通过三角步的左右调动 通过步法来不跟对方缠绕 你比方出拳攻击 一般武术他一般是接对方的拳 但是传统武术就认为不招不架就此一下 犯了招架就是你吧 所以一般你看出拳 一般他连招架的时候就打 另外一般八国党的积极讲究动步 不会出现的类似其他武术 你看出拳 不会这种再打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很少出拳 因为他八国党的积极 还要要求跟刀枪问棒这种气血积极 他联系在一起 所以讲究就得意而生 中国文化一样的 你看对方进攻 也一样 这一下必须就必须这一下 你要卡的机会对方走啊 对方自动为动之机 刚要一动要必须掉开 一般情况下八国党的积极了 就不管你对方七腿一样 对方七腿一样 也是也是通过步伐的调动 闪到对方侧面 就闪开这个中线 来打对方这种 阶线的 所谓的阶级之法这个地方 那三脚步呢 一般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当然我们指的是 不管对方是拳也好 是脚也好 还是摔也好 还是踢也好 等等 他是讲究 通过步伐深法的调动 整体来移开对方这种中线 一般是两种 第一种是正三脚步 第二种是反三脚步 或者是正三脚步 一般就是对方进攻 你看这个正三脚步 就他所走的路线 他是这么走 本来是 本来我是在这条 我们俩都在这个中线上 那对方刚一进攻 上旁边一闪开 就闪成这个上面 这是像这是正的 第二种呢 就是弧的 对方进攻 你看弧的 就是这个地方 让在对方进 这第一种呢 他是直接的 就是盘八个圈当中 他是这一步 他是这 他是这个 这一步一路 他是这一步 所以他走的是 走直线的 正向走 那么反三脚步 你对方进攻 他就是弧的 就是 下来走这个步 是走弧的 通过两种 第一种就是 从这个方向 用正三脚步 第二种就是 如果敌人 由备而来 或者敌人偏向于 你这个方向 你这个正三脚步 不好用 那这个正三脚步 这个右边正三脚步 做不好 那就通过反三脚步 反三脚步呢 就是一个 类似太极拳的这种 所讲究的 连转 带画 走弧线 走切线 所以正反三脚步 为八国党呢 两个比较 比较实用的 就不管动起来 怎么动 下面都不立三脚步 那一般情况下 在八国党的 积极的时候 还要讲究很多 这种战术战略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举例的 类似于晃法 你看对方走 就是这就是晃 对方刚一来 就晃开 就从对方 一下晃到对方侧面 就不让 这是八国党的 比较高级的东西 就不让对方的 拳脚起来 就不能像现在积极 两人在 你等着对方踢你 不让他 你看走 刚一站 就刚一站开 给对方一个 让他的视觉上 和身体上 让他 比如说 我慢动都做 你看走 你看 这是一 这么一打对方 那个拳都过不来了 因为我本来在这 对方肯定 他眼神一过来 哎 同时闪过来 当然要求就是 就是你看 都是边闪边打 边闪边打 这是八国党的 我们叫晃 还是比较 比较高级的东西 对方的转发 是